下班回家没事干 跟我一起学做美食吧 肉屑加入葱姜末 盐鸡精13香 生抽 老抽 蚝油 打入一颗正经的母鸡蛋 加入一勺淀粉 用我的右手搅拌均匀 准备干豆腐 放上调好的肉馅 把它铺平压实 慢慢卷起 送入蒸锅 水开即时蒸20分钟 锡纸放上茶叶 放上白糖 放入蒸好的肉签子 熏五分钟 改刀专盘 美食就做好了 学会的朋友 给个双厅加关注 感谢支持 祖传的大碗中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20克白砂糖 10克抹茶粉 120克低筋面粉 加入25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加入10克融化好的黄油 再次搅拌均匀过筛 用薄饼机烙葱皮 三张饼皮重叠 抹上打发好的奶油 给它两面折起来 从一头卷起来 撒上抹茶粉 毛巾卷制作完成 喜欢学会的朋友 点赞爱心支持 感谢大家 准备一块烧好的牛肉 冷水下锅 煮出血水 捞出冲洗干净 放入高压锅里 加入葱姜 八角桂皮 干红椒 加入清水 没过牛肉 加入老抽 加入关节盐 明天就要过期的鸡精 开小火炖50分钟 取出四层小条 加入蒜末 青红辣椒 盐鸡精 生抽 香菜 辣椒油 给它刷拌均匀 非常好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朋友 点赞爱心支持 感谢大家 洋葱这样做 隔壁小孩都哭了 将洋葱切成小丁 加入西红柿碎 放入两颗鸡蛋 两勺面粉 盐鸡精五香粉 家里有矿了家的纯牛奶 顺时针搅拌均匀 平底锅刷油 倒入锅中 摊成饼状 中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鸡黄熟透即可 一分钟搞定全家人的早餐 您也动手试试吧 手机还有电的 给个哄心再奏杯 感谢 挤酸奶 盖面包片 扣下来个圈 蘸蛋液 面包糠 又成油温下锅炸 炸至金黄出锅 美味炸酸奶完成 我告诉你啊 过年了年夜饭 生抽上少不了丸子 寓意着合家欢乐 团团圆圆 金针菇切碎 胡萝卜香菜 分别给它切碎 放入组成的大碗里 打入两个我刚刚下的蛋 加入13香 毛油 生抽 盐鸡精 重点来了 加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这是酥脆的关键 给它搅拌均匀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小做菜 麻烦你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新杯 非常感谢 锅中有热 用敷口挤出丸子 小火慢炸 炸到金黄酥脆 捞出来控油 丸子这样做 酥酥脆脆 特别香 全家人都爱吃 赶紧给家人做起来吧 救命啊 我之前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老奶油蛋糕吗 我自己就买了好几回 然后品牌方看到了就给我寄了六大盒 真的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但是这个蛋糕也是真的好吃 安家的黄油 新西兰的进口乳粉 奶香味 真的特别浓 就是这款硬奶油 入口即化 真的很好吃 哇塞 这个鱿鱼仔也太大一个了吧 外皮QQ弹弹的 还能拉丝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鱿鱼籽 加鱿鱼肉 吃起来不行哦 蛋白质很丰富 而且热量还不高 一袋即食水果玉米 这个配料表都很干净 往里面加三勺玉米淀粉 一勺使用油 一个港下的蛋 搅拌均匀铺好 放进空气杂骨 180度10分钟 好吃的玉米烙就做好了 撒上白糖 撒上黑汁吗 真的香甜远糯 好吃到飞起 快来试试吧 听老年人说 过年吃带鱼 抑郁者就常烂惯 不信你就往下看 菜市场保洁阿姨清理好的带鱼 两面改上花刀 加葱姜 料酒 花椒 五香粉 食盐 用左手抓拌均匀 腌制19分钟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有小红心就给一个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 再把上面的配料全部清理掉 碗中打入一个 我昨晚下的赞 一袋小酥油专用粉 它还可以炸小酥肉 炸鸡翅 都特别的酥脆 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搅拌成酸奶状 再加食用油搅拌均匀 然后均匀地裹上粉浆 六成油温下锅 炸着金黄酥脆起锅出锅 这样做的炸鸡鱼 又香又脆 特别好吃 我您一定要做起来 我不是说